我感覺Jason要晉級是有一點難度的 就必須要再過一次快攻 不管這邊是誰 變成說Jason希望RDU下去 他至少有一個目標 他自己還要先過日本人的那個快攻 他還有另外一個四塊要先過 那果然就是RDU被ban的是法師喔 誒 娜姐就跟我們前面預測的也就差不多 然後RDUban掉了Enter的進退化殺 然後一樣拿薩滿來做探局 對 然後這個是一個秘密法 秘密法 算是最容易出事的 穩定度最不夠高的快攻 而且他帶了一張那個法術扭曲者 就是比較後來越來越少見了 對 但是就是對到聖級的時候還是有一定作用 是 主要是我覺得在會開牌的情況下 可能你的秘密還是要多一點 對手會比較綁手綁腳 不然你就不要帶這種秘密系列 如果你只有雙鏡像或雙...就是雙鏡像雙法犯 好像太容易被摸透了 ok 如果我這邊...我是有多放一張法鳥 那我這邊三費準時蓋了一個 至少是三拆二 對對對 那...呃...這種情況下 我要出一張牌躲兩個情況 可以 可是躲三個情況超難 對 大概這種感覺 就是可以干擾到對手 嗯...對 那本質還是不變啦 他終究是一個快攻 嗯... 只是相對來說 也就是那個穩定度 也就是半隨之下降 對...穩定度很小 所以... 但...至少在開牌 你...你... 我至少要有個機會嘛 嗯...對不對 就是可能我今天拚一點 至少比... 穩穩的烈士開 好很多 對 算是...有堅持他原本的做法 有時候我就會在想說 如果...如果我可以做到 跟...所有的對手... 拚五五波 嗯... 那這樣應該很好 那樣的戰術型應該很棒 嗯... 就是...也...不在乎... 如果今天有個套路是完全自己打牌的話 我覺得也可能很受歡迎 很受歡迎 對...全部都是... 就是...跟自己有關係 對...因為... 因為... 能打的人真的太多了 OK 對...有時候啦 所以... 這也就是為什麼 說到...說... 把話題扯回來 就是也為什麼他寧願放穩定度低一點 那一方面開牌 我覺得一方面也是... 至少是有拼搏的機會 當然啦... 呃... 這也是有點想問為什麼 他一定要帶秘密法 就是這一點我自己比較...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可能是... 就是沒有多想... 就是他...他就是... 因為... 你看這問題馬上出來了嘛 這個齊倫托羅下了 齊倫托羅... 你說這個不穩定性馬上展現出來 齊倫托羅下 這時候我就再逼一次好了啦 齊倫托羅下有贏過嗎 齊倫托羅下有沒有贏過 對啊...如果你夠順當然是有辦法贏啊 但如果前面沒有出東西 然後齊倫托羅下 應該是贏不了 OK...可是... 應該是贏不了 他會不會待會那個...就是... 呃... 雕紋拿個火山藥水把... 沒有我換一個說法 OK... 我今天秘密法我卡... 我秘密沒來 OK... 喔好... 對... 我秘密都沒來 我沒有贏過 這樣就合理了 是... 對... 齊倫托羅下這個情況是包含在裡面喔 沒有... 他這只是... 等於說... 你的條件他看起來只... 他現在走到大概一半 三分之一到一半 差不多 差不多 如果到那個... 丟火門前還是... 卡到歪頭的話 那應該是... 差不多走了這樣子 對... 而且... 最好的可能都沒救 而且我們看到... 阿Dewu這手台 他可能還活不到火門 也是 對... 應該活不到火門 可能就要結束了 可能要拼待會那一張雕紋 就是這邊有辦法拿到街場 雕紋要撿紅衫 對... 要撿到火山 暴風雪 暴風雪也還可以 可是如果他這一回合沒有解的話 阿Dewu有可能會直接嗜血術全走到臉上去 他這邊會想要冰錐嗎 嗜血術的話是... 17點 其實非常危險 對...其實非常危險 而且如果有開牌的話 我願意壓你這個 為什麼我會說嗜血術直接丟 因為... 我不想去面對你的雙髮板跟雙... 就是一些秘密的問題 秘密的問題 對...所以... 如果你這邊沒有做任何的共產 我嗜血術是絕對敢 直接丟的 直接開的 對 好...那阿Dewu這邊... 就... 因為... 說真的他仿不了暴風雪 我是覺得他是有可能會直接丟 我是覺得不用 因為天真劑的那個壓力就已經大於 因為...你下一回合就可以直接死血 再丟個... 一樣可以死血 一樣是...就是... 瀕臨死亡嘛 那...我覺得這個下就比較緊張添花 這樣... 你就覺得可以...可以再等進化 對手是有機會解完你這波 畢竟有第二張丟 對... 該訪還是要訪 那...我是覺得...如果今天... 那...海盜要丟吧 呃...海盜可丟可不丟 可丟可不丟 但是...想起來丟可能好一點 嗯...對 放在... 左左邊吧 比較容易死的就往前靠嘛 嗯... 那...左邊是一定的啦 只是...一二那邊交換一下 如果他撿到這個暴風雪 我是蠻緊張的啦 嗯... 現在有一點機會給他打回來 呃...我們就是...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可能是一個題外話 我跟你說... 我們做出口碑 大家發現我們那個奶力是足夠的 喔... 到時候台灣有出戰前 自然就會怎麼樣 自然就希望我們可以發聲民稿 對... 或者...或者是就是我們可以從中獲得一些 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 郭貼各種對戰一出來就先講 喔...這個... 郭貼可能就說... 沒贏過 欸...其實我們多少...可能... 多少拆... 沒有...沒有啦... 這是比較... 題外話... OK...好...那這邊... 可是還是很難打 我其實他剛才是有稍微做到結場 但... 應該說... 手拍太大了 如果沒有撿到那個暴風雪 應該是直接...已經淘汰了 這場已經結束了啦 OK... 現在是... 還是可以雙含冰劍了吧 可以撐一下 不過我看他自己也是搖搖頭 因為... 那這一首可能就應該要... 因為我知道你沒有自己帶任何的AOV 那... 刁文都已經結束了 也沒了 所以... 你這邊應該就是... 5-2... 手拍兩張丟出去 沒錯... RDU好像... 我們看他也是很懊惱 他是覺得應該要進進化 是不是... 就是... 應該... 應該這邊要來進化了 對啊...我想說... 奇怪... 失誤... 以RDU的這個快攻實力 失誤... 對...因為這邊... 其實你本身... 原來的手拍就是可以做很好的處理 差別只是在於你想不想翻圖 但我覺得2加5還是比較好 可以不用再忍 因為... 如果你沒有那個... 就是... 你有好好的戲牌的話 你... 你翻不了...還沒優惡啊 到底怎麼... 你這怎麼... 我真的是... 對啊...而且你是有大宣貨可以Counter法法 不是... 就是...我們剛才還講出什麼很古靠的做法 然後誰怎麼樣... 我們各種...可能明燈什麼的 這是完全沒有機會 對啊... 對啊... 完全擋不回來 完全沒有機會 你... 你這邊... 火門出個5費的 然後...也擋不住 喔... 出正物體是不是擋住了 喔... 出正物體是不是擋住了 喔... 火門出正物體好像擋得住了 喔...不會吧... 唉呀... 這麼剛好... 又想到一條出路了 OK...那你... 但他應該也想得到嗎 唉... 他好像也只能這樣做 對... 就是看他要砸誰啦 因為他這邊... 他這邊如果再去做... 秘法學家... 其實他...他可以考慮秘法學家去讀法法 但應該也不會考慮這樣 哇...喔... 88 那這樣應該就結束了 而且旋風門還可以再多幾個3點傷害 就...這應該就不用算了 那...也就跟前面預測... 其實... 檯面就24了 檯面剛才24 對... 那...也就跟前面賽事預測其實... 好像都照著RD物的計畫在走啊 他...法師的確是扛了這個BAN 對啊...法師一定會被BAN 然後薩滿可以先跑 然後薩滿也成功地利用了... 這個...在內戰...快攻內戰的優勢 對對對... 而且打命法他算是大優 因為...法術靈活 然後...也戰吼怪也夠多 所以...那些鏡像給你什麼的他是... 不太懼怕的 對... 然後... RD物第二把應該會... 得魯伊嗎? 得魯伊吧 對...一樣還是走可以反快 其實我覺得... 最出乎RD物意料的應該是... Ant是帶秘密法而不是帶魚人聖 因為一般你走4塊要針對... 沒有...你剛才說應該是帶魚人聖不是帶秘密法吧 就是...沒有...就是他意外說他帶了秘密法而不是魚人聖 對對對...因為如果帶的是魚人聖的話... 瘋狗得也是有很好的... 就是...可以夾一個嘛 對對對...然後... 郊遊那些也都可以擋 對...所以相對來講應該算是... RD物比較意外 不過...秘密法制的東西本身也是... 沒有... 更容易卡牌 呃...就是... 我今天沒Counter到 但是你帶了一個... 你為了不讓我Counter 帶了一個... 就...應該也不是因為不讓他Counter 就只是帶了一個他意料之外的選項 我Counter不到但是那副牌的強度不夠 對...其實強度不夠 那樣更好 因為那樣也不用講求我的牌序耶 我們正常打就好了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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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整個line-up看下來 RD物... 薛 呃...贏面非常非常大 就是... 贏面非常非常大 很有機會贏啦... 很有機會贏啦... 不能說是贏定了 不能說贏定了 不行我們真的事不過三 今天一定要再講一個... 贏定了 贏定了 對...贏定了 我真的想不到你怎麼輸耶 其實還蠻容易想 結果卡牌就輸了嘛 但是...應該是可以贏啦 對...因為這個... 我自己在打小比賽的時候 拿RD物的line-up對到四塊 是... 非常有信心的 對...而且我... 最後輸都是... 我... 我這個還是有打到... 打到八強嘛 我輸都是輸給... 對手也是RD物套路 他就是跟我長得一模一樣 那就是... 就沒辦法... 比運跟操作 對...就是比運跟操作 但...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呃...老實說 RD物的牌在內戰 可想而知 操作空間一定低 蠻多的 就是... 所以就... 就變成大家都BAN法 然後... 比較多部分是在比運其實 對... 連戰跟連戰互打 然後薩滿跟薩滿互打 德魯伊跟德魯伊互打 然後第一把 不是上薩滿就是上德魯伊 那誰先跑掉 誰的優勢就打 是... 類似這樣 那薩打德現在 尤其以雙方配置大概這樣也是五波 因為我們... 差不多五波 以前都是薩開大 就正常配置薩 可是他的德帶了兩張那個... 葛拉卡爬行蟹 嗯... 我覺得現在都一定要帶螃蟹 就是風狗德這部分 如果你帶風狗德 是希望可以做到反快的作用的話 那我覺得螃蟹是一定都要帶 你甚至帶滿我覺得都不誇張 就是連饑餓螃蟹都帶滿了 畢竟沒吃到也不會到一張廢卡 對啦... 因為野獸二三嘛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 南海船長跟郊遊如行者的... 不過... 這邊插播一下 阿丁選擇按了戰士進去了 他按了戰士嗎 嗯... 也可以啊 反正他只要跑掉就好了嘛 對啊 只是如果走一個正常路線 會覺得風狗德是不是都可以count到 對 因為風狗德感覺不太會被破啦 但是... 稍微提醒一個點是 阿丁是猜法師有機會繼續嗎 你覺得 因為硬要這樣 我覺得秘密法師最好打風狗德 秘密法最好打風狗德 秘密法最好打風狗德 因為他那個... 就是... 法反啊 是有機會讓德德... 可以counter到活體法令 因為德德... 對對對 因為德德那個法術是最不靈活的 相較什麼薩滿戰士那樣 那戰士應該是不會去屌你 呃...幾乎... 防不到... 康不到... 對... 如果是考慮對手會繼續上法師的話 出連戰也是合理啦 好 那阿丁這個... 這把有順喔 這把那個法師感覺... 這把是... 法師順 對...然後... 連戰這邊其實我覺得... 也還... 還不錯 對...其實也還不錯 他就差一個試費不知道要做什麼而已 但這個不能是扭喔 這個扭的話... 頭會有點痛喔 鏡像... 鏡像... 鏡像是不是也... 喔... 還可以還可以 到試費嘛 不過鏡像出來的東西好像... 已經可以被RDU直接砍掉了 但...老實講... 我覺得這把刀要劈死人了 等一下升級加一個1然後4接5 對啊...基本上... 就... 秘密法就像以前的節奏法 碰到戰術就是怕他有武器 對... 他有武器敵就是難打嘛 他有武器敵就是難打嘛 6...6-3的樣子喔 對... 那這邊先砍掉會變成6-2 6-2-6 就待會5-1然後接6-2-1 但這邊已經有個6-3進場的 你先...也是算消耗掉一隻寒冰劍 然後... 有可能他這邊蓋鏡像的話就會斷掉 不過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這邊有空去蓋鏡像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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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在蓋鏡像... 啊...對手沒丟生物 可就直接破掉 而且蓋鏡像還有機會被... 我們家最慘的血煩教徒 對... 剛好升級上去然後砍掉你的 升級然後... 砍免費 就算是把武器砍掉 比如說這邊下娜家海道 然後真的摳比一個武士 然後他砍掉 他武費再接另外一把斧頭 你也是扛不住 而且... 你的手牌要怎麼去處於這個... 6-3跟娜家海道 這個血煩結尾者跟娜家海道 其實... 目前也是怪怪的 這邊拿一個碎冰喔 拿一個費卡 那... 應該說寒冰界是綁定的啦 我覺得他想要保一下... 學徒 希望學徒在後面可以... 降更多費 學徒越後面 省到水晶就越多 對對對 所以選擇先不下學徒 那... 阿滴屋這邊... 對... 我也會請這樣擺 先養大 給對手壓力比較大 這樣... 這樣有機會2-1-1啊 就是... 因為碎冰沒用嘛 嗯 那你有機會 就當作一個可以壓縮的天神器 OK 你說... 就是變成下學徒 然後去打2-1-1 就等於說可以利用學徒 把這個天神器變得便宜一點 他的功用就這樣 但... 不上... 雖然說不上 你可以讓對方... 拆那個是... 就是可以給對方個壓力 一個壓力 我有一張撿到的 可是... 就... 對手也是快攻這一邊 對... 而且對手是快攻這一邊 說真的 應該... 也不會去理啦 對啊... 也不會去理 碎冰他臉 你說聊天室現在在刷 2-1-1贏了 我猜啦 他應該在刷 碎冰他臉 遊戲結束 對啊 說上面已經贏了 不會打 87 對... 2-1-1 比賽結束 比賽結束 對啊... 比賽結束嘛 對... 這邊還要演喔 我是覺得趕快丟一丟啦 應該是可以丟一丟啦 好... 那... 卡牌了 算是有點卡牌了 這首有難到 這首... 可以考慮砍掉學徒換刀啦 對... 但是... 我覺得... 因為RDU打快攻是算非常激進的 他像剛剛 厚雲那邊那個選擇 如果給RDU的話 他應該是會直接下散 他一定是最兇 因為... 我之前有看過RDU打一個 就是... 忘記哪一次的大賽 他用... 他那個圖騰是二攻的 他有火蛇圖騰加一個圖騰 他不去撞對面之咬圖騰 在對方血量還超過15滴的情況下 他選擇直接去... 對... 他打得算是在... 就是... 比較起來他... 可以感覺到他打得算是非常... 兇悍的 激進派 好... 那這邊要... 狂派 稍微... 提防一下... 鏡像提防 對... 所以可以先下... 這邊也算是來了一個不錯的目標號去防 那有更好的嗎 來個... 對啊... 來個... 再爛一點 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打牌已經變這種... 有點... 你說貪 有一點不太好的心態產生 不太好的... 對對對 沒有沒有... 這樣才走得有 不知道跟誰學的耶 你說... 是不是那個... 有數字的那個亂教 有英文有數字的 是不是教你說 我這邊應該要來那個... 這樣才合理嘛 然後你... 聽久了久了久了 我只記得... 他當初在檢討的時候說什麼 你那樣盛騎怎麼那麼... 呃... 那麼右手... 那麼賽 怎麼會有兩張水文學家 然後他就一副很... 就說你怎麼都靠賽 然後我馬上跟他講說 你也兩張... 那個啊... 找秘密那張 秘法學家 是... 然後他就... 有嗎? 是嗎? 就他一個... 雙重標準 其實他自己明明也是 然後他就沒有記得他自己也是這樣 好那... 這邊... 秘密法... 頭... 呃...非常痛 沒辦法做到... 超... 一隻解兩隻啦 那... 看他這顆火球是想要砸船長還是把... 攻擊高的砸掉 呃... 就是你砸六二... 是... 傷害是減低比較多啦 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是一定砸六二啦 但是... 如果... 有沒有劣勢到要去貪... 可能試試這種東西 沒有... 如果你... 你砸的是船長的話 其實是減少... 武功嘛 因為... 3加1加1嘛 3加1加1 對...打船長的話是武功 對啊... 就看他的選擇 因為我覺得血量... 其實還蠻夠的 反正他現在... 幾乎只能... 靠遊格 而且要活到遊格 那老實說 這樣子好像砸船長很好 對啊... 我覺得可以砸船長 因為你還要防什麼... 就是... 衝出來的那個男孩等等 對... 而且你砸船長的話 你可以去點綠皮 點到生意血 對啊... 然後下一回可能就... 而且... 你可能進別的東西可以改變 不一定要活 沒有... 因為我... 我剛才原本的作戰... 我剛才的想法是跑到... 我是不是要留這個二血的 然後讓我刁文去... 探一波大的 就... 跟你的... 跟透明干面其實有點像 是因為我有機會進... 那個... 四者... 噴... 如果... 剛剛... 火球砸船長 進四者的話 下一層是可以解光 就是... 點... 然後... 沒錯... 那... 還有一個點 我在想... 刁文我有沒有機會... 很好的去做處理 就是... 因為刁文的... 如果假設我下一張是... 告訴我下一張是刁文的話 那我的選擇會是... 直接砸船長 我會選擇流低血的 因為傷害是一樣的 對 所以我剛才被... 傷害只差一點 我剛才往那個方向想是說 我要不要貪這一手 但是... 經過... Tommy講到船長這邊攻擊力是一樣的 包括說衝出來什麼的 那... 其實你是沒有選擇的 對啊 其實解船長應該會比較好 而且包括前面就是... 呃... 像我自己心目中的那個想法 也是... 比較偏向... 砸... 船長 有機會有少任何東西 對 好... 那... 這邊叫我這個... 好像沒什麼影響 嗯... 就... 直接拔起來 往頭上打 這樣是... 16... 我已經卡兩場了 我真的是... 有點... 你覺得意外嗎 呃... 我其實沒有很意外 因為... 因為我... 快攻的話... 我不曉得是不是說 我打兩場的時候 就有一個零費的55 哦... 因為... 感覺至少就是常常 還是算蠻常出到零費的55 嗯... 還是說這是我的錯覺 呃... 有時候出零費55 沒有... 你要看你的秘密是... 綠上來的 還是你... 從手上慢慢蓋的啊 我們... 我們時間到流 他是兩張那個... 就是抽秘密起手 嗯... 他是兩張秘法學家起手 兩張秘法學家起手 然後到現在 八勝才打掉其中一張抽上來的 這樣子 對... 沒有...是因為... 應該這樣講 呃... 秘密法 對上快攻內戰 非常的弱 對... 對... 他是打... 某些控制套牌 有時候他可以起到很煩人的作用 像是對到任務戰 或是... 呃... 聖騎士的時候 有時候會很煩 火法也是 對對對... 打火法也可以 但是... 也要是純的火法 也不能是那種冰火法 不然一樣是一個末日丟下來 你解釋的權力 對... 所以相對之下 就是他打起來 雖然說已經是雙密法學家 開局 但被戰士打成這樣 我覺得也蠻正常 我覺得那個小斧頭 還是有成到關鍵 差很多 有把檯面先撤回來 然後開始一樣 早期先立檯面 嗯... 那... 我個人啊 很喜歡阿丁打... 打牌的風格 呃... 熊 就是熊 當然... 有時候該防的他還是會防的 對啊... 只是就是... 滿常看到他是打得很... 感覺他防守的東西不是很多 就是快攻的東西 其實大概有九層都很直觀 但是剩下那一層其實是 夾雜很多思考層面在裡面 跟對手也有關 跟你自己也有關 然後跟你接下來的回合 跟對手接下來的回合 都有關係 有時候是看對手決定的 對... 所以阿丁度他... 呃... 有時候會看他檢討 不管是他發文或者是實況的時候會講 對... 其實都講得滿細的啦 是 對... 也是會認真去檢討每一手決定的一個選手 對... 就以快攻來講啊 覺得他算是非常值得學習的對象 我老實說啦 我有點不太敢再奶了 你說... 你說剩下這個瘋狗哥 對... 贏定了這樣 不敢講 我覺得... 我有一點怕了 不過這個法師 是覺得還蠻有可能被關散場 好 我們來看看法師 剛才...呃... 好 換完這個手牌 呃... 長這樣子 要不要勇敢一點 呃... 再看兩個回合 再看兩個回合 那這邊應該是丟兩個螢幕 當然當然 那這一層 這一層 嗯... 法師禁秘法學家 丟秘法學家 對...就完了 因為我們都希望他不要禁秘法學家 丟寒冰劍 呃... 如果他禁秘法學家 他去彈然後直接雙buff 淘汰 對... 直接淘汰 對...直接淘汰 好... 寒冰劍 還在遊戲之內 還在遊戲之內 欸... 呃... 還在遊戲之內 等一下硬幣火球 他要硬幣火球 他要硬幣火球 可是... 呃... 沒有 你硬幣火球 他有機會打 你沒有硬幣火球 就直接輸啦 對啊 這邊...欸... 對... 還是要硬幣火球 應該還是要硬幣火球 可是硬幣火球導致於你的那個 秘密加 試者是 又更晚了 這樣子 就變成你要分開下 對啊 你要分開下 但你不可能放任柚子 你如果讓柚子摸到 分開下 有一個問題是 被迫了怎麼辦 呃... 對... 被迫了 可是... 可是剛剛如果你在試費下 你斷... 很有可能是斷到 buff或是 火滴法力 那都是可以接受的 嗯... 對...但現在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對... 合理來說是差不多啦 對... 想不到法師要怎麼打回來 RDU怎麼輸 好不好 你說要忍到這個時候才敢講 RDU贏定了 這樣 沒有... 我覺得... 要有一點掩面喔 哇...這邊果斷 直接按下投降喔 老實講其實 與其說我讚嘆 呃... 這個雙方的 順度跟 卡手程度 嗯... 我覺得不是這場重點 我覺得... 你覺得他們 這一局的勝負是在打牌前 就決定好了 戴牌 沒錯 對...戴牌... 一個點是秘密法 他還好他3比0 不然不敢這樣講 是不是 不是啦...不是 因為... 我先... 跳脫這場 這場結果我先... 不...不...加入我這一... 你說... 就單純看代牌 我們只看代牌 我就只講以前我的經歷跟... 就不要看... 把這場拿掉 然後我來想一下我這個... 最近資料通知 是因為他很少出現 嗯... 天梯都很少了 嗯... 然後比賽的搭配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 去抓控制有秘密法更好的選擇 火法 然後帶的... 呃... 或者是你帶... 快... 快攻於原勝也可以 之前我看到的一套冰火法是... 呃... 暴徒加... 麥迪文加安東尼 嗯... 對...那種就是... 強力許多這樣 就是... 針對...針對控制的代牌 然後我覺得... 阿Dew代牌說真的... 說到底還是厲害啊 對啊... 說到底還是厲害 然後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選手訪問 就說他的卡組呢... 也是... 本期比賽所有選手公認的最嚇人 最厲害的卡組 我們來問一下他是怎麼想到的 好... 所以... 很棒的遊戲 他還沒有失去一個遊戲 很多的玩家都覺得 你這場比賽是最好的組合 所以... 有誰知道的秘密? 你怎麼看得到這個? 嗯... 我只是... 很激烈的META遊戲 因為... 我希望人們會害怕控制 然後... 在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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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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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會想... 我會想... 現在是... 現在是... 我會想... 去... 我會想... 好... 我來翻譯一下 他說得特別快 而且... 我聽不太清楚啊 大概翻譯一下 他說他自己在設計卡組的時候 是觀察了大部分其他選手的卡組 並且呢... 也是... 這個... 這個... 他也是... 打得非常非常的激進 他已經看出他的牌 特別有針對性 而且他一場比賽都沒有輸 好... 他說啊... 還是非常有信心獲得冠軍的 但是主要取決於他到底會遇到什麼樣的卡組 他如果碰到控制類的卡組的話 應該是需要稍微努力一下 但是其他的卡組 他只要研究好自己的對手 還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贏的 非常有自信啊 用頭腦啊... 都是這個... 經濟遊戲 好... 然後我們再次感謝RD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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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